一百零八年全國分林水球競標賽 在高雄點燃戰火 本日要看到公開男子組運賽 每場比賽分為四節 每接各五分鐘 選手不能雙手持球 也不能踩到地 體力絕對是超級考驗 宜蘭縣代表隊 對上桃園市代表隊 今年雙方全運會就曾碰頭 當時由桃園擺下陣來 這回一開賽立刻來個下馬威 不到十五秒鐘 球傳中路 王丁彥射門 閒持得電 不過宜蘭隨後環以顏色 示範反快攻來著 由鴻尾接到球 單刀直入 對決門將沒有問題 兩軍不相上下 第四節一度戰成7比7平手 不過關鍵時刻 宜蘭隊攻守兩端都進攻 倒數一分四十八秒 先靠著遠射要到超前分 隨後門將成功擋下對方進攻 桃園市難以反撲 最終七比八 一分一恨 另外台灣水球俱樂部A隊 過招高大美少男戰隊 台灣水球一度上演空中接力 就知道他們來勢洶洶 第一節就取得了四比零的領先 雖然這是男子組公開賽 不過第二節高大戰隊出現 一位女選手上陣 展現履歷 認真防守沒跟你客氣 只可惜球隊拐氣不成 遲遲沒能突破對手的防線 讓台灣水球俱樂部A隊 最後十二比零 輕鬆勝出 YTV新聞綜合報導 先回答 到達到